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一下 你看这里的话 我带的这个宠物虽然说可以防电磁导弹 但是70%的概率啊 这里的话咱们吃到一个红盾啊 红盾的话直接加速 看一下一定要小心低伤的电磁地雷 这里的话咱们开始反打秀起来 这个反打非常丝滑 非常丝滑 真的非常秀啊 那这里的话呢 我自己夸自己嘛 是吧 这里的话咱们弹气往前冲 这里的话又吃到一个保护盾 看一下 咱们前面依旧可以秀反打 非常的秀 这一波反打 哇 爽爽啊 射出去啊 然后拿到两个超级弹气啊 然后往前冲 这的话宠物是守住这个电磁导弹 看一下目前的话 目前我处在第二名啊 这个第一名的话是这个暗器 那比赛的话是来到第二圈啊 后面两个一个熊猫车 一个是竞速车啊 这两个真人可以忽略不计啊 主要是看一下我和暗器的solo 那这里的话一定要注意他的电磁地雷 好 护盾守住 大家和暗器 开在暗器后面的时候 一定不要和他保持直线 稍微跟他偏一点 因为他突然放电磁地雷 你可能反应不过来 这个话 保护盾守住啊 拿到冰冻导弹 那这里的话呢 这冰冻导弹没瞄到 哎呀 这个暗器的话应该是被水炸弹还是什么给水到了 所以说 这里的话咱们再继续一个非常丝滑的反打 啊 这个护盾的话没办法 慢了一点啊 好 这的话从事守住电磁地雷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反打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的话咱们直接打这个暗器了啊 因为要把他身上盾给破掉 看一下这里啊 还是非常难追咱们护盾守住这个啥呢 因为暗器在前面的话 他也可以吃到这个红盾 而且红盾又能加速又能防御啊 后面的人踩中他电磁地雷 他又可以拿到王者护盾 那对于我哈士奇来说 我现在目前的位置很难吃到磁铁或者弹器 我只能通过这个保护盾啊 或者只能吃到这个冰冻导弹 但暗器的他防御是很多的 这里的话咱们护盾守住他的反击电导弹 这里的话又会被后面的导弹给打了啊 所以说咱们非常难住 这里小心这个电磁地雷看一下 咱们手中目前有个弹器 还有没有机会追上这个暗器啊 这里的话咱们还有一个超级弹器 这的话超级弹器 咱们直接用掉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这的话冰冻门子放去 这有白盾守住 哎呦我去 这个感觉打不下来了 跟他差距拉的有点 这里射出一个冰冻导弹 这个冰冻导弹非常的关键 一个冰冻导弹直接是命中的 他手中总算是没有护盾上超级弹往前冲啊 准确来说暗器因为是个领跑车 咱们在他领跑的情况下的话 咱们很难打 因为这把手帕是没有守护猫啊 所以说咱们想反杀他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几波反打是非常的关键 反打的话是强行消耗他的王者护盾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几波反倒器的话也是给我加速啊 所以哈士奇这个车反打的话是非常的重要 行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拜拜